欢迎大家来到聚焦科技女性 今天呢是我们3月8号女神节 这个一期特别的节目档 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Her Future Her Way 这是今天的主题 首先呢我想把美好的祝愿 送给每一位参会的来宾 祝各位线上的小伙伴和我们一起 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女神节的夜晚 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 Krisita梁 梁迪 我来自微软中国 是微软最有价值专家项目 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利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和我们线上的几位嘉宾聊一聊 作为女性在IT相关学习专业 求职就业 以及科技创业之路的经验分享 以及她们的一些花边小故事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 在IT领域不同身份的女性来参加我们的本期活动 其中包括有学生 有创业者 有从业人员 那么在介绍各位嘉宾之前呢 请允许我同样作为一个女性的从业者 来介绍一下微软最有价值专家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算是大名鼎鼎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各位有听说过 那这个项目呢 在微软已经存在了29年之久 那全球在90多个国家拥有了3000多名 有3000多名在11个不同技术奖项的MVP们 她们呢都是微软授予第三方技术专业人士的一个全球性的奖项 那MVP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社区的领导者 也是领袖吧可以这样讲 她们经过了严格的评选 通过线上线下在技术社区中分享专业的知识和经验 而获得了此奖项 那她们都对社区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并乐于帮助其他人的专家 那MVP呢也是致力于讲课论坛 网站俱乐部还有一些社群社区等创建的网站博客 来帮助其他人的 并在最大程度上帮助了微软技术社区用户来使用微软的技术 那目前在大中华地区呢有超过10名的女性 其中呢今天演讲嘉宾就是有一位MVP 那么我自己呢也作为一名女性在IT行业 从业大概很多很多年了 也有很多经历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在北欧加拿大到中国一路一来呢都在IT行业里面打拼 那么今天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 Her future her way 应该说是our future our way 那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从现在呢嘉宾就开始介绍 第一位呢非常高兴的可以介绍嘉宾是微软加速器特邀嘉宾 那是林科科技创业人兼CEO 阮业女士 我们可以称她Jackie 她喜欢我们称她Jackie 那Jackie不如你自己先介绍一下 好谢谢本次微软加速器的邀请 谢谢Costina 我的中文名字叫软叶 英文名字叫Jackie 那在过去的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面呢 我其实都在同一个领域 就是商业数据分析 那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在美国的耶鲁大学 那攻读博士学位 那么在管理学院之后拿到了市场营销学的博士 那后面呢 我也在美国的商学院 那么从事学术工作 学和研究 大概是有六到七年的时间 那么2015年我回到了中国 那么创立了林科 林科呢 主要是我们会在市场大分析这个领域 为我们的客户 主要是这种大型的消费品企业 提供 如何能够利用海量大数据 帮助他们去更好的了解消费市场 提升产品创新和市场营销的效率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Jackie给我们做了 她自己个人的一个介绍 那我看到她的背景 已经相当相当的丰富了 那么第二位呢 我们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 我们项目组中最有才华的 来自台湾的微软最有价值专家 陈杰宁 那我们平时都称她为宁 那宁不如你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嗨 大家好 我叫做宁 然后我是来自台湾 从已经连续五年 就是身为AI领域的MVP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本身是台湾 our latest台北的创办人 然后我致力于在亚洲这个区域 推广女性的Data Scientist 有更多的舞台跟空间 然后我同时还有推动另外一个工艺的项目 主要是针对NGO还有工部门 因为他们本身拥有非常大量的数据跟资料 但是这个数据资料到底要如何对于民众 有一个更好的优化 受限于他们本来的体制 其实需要有很多的突破 所以我推动这个计划 去结合Data Scientist跟Developer 一起去做不同的POC 让Public Sector还有NGO 可以知道说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更好的跟世界连接 那过去这几年 我们有很多计划很成功 有到比如说 Bloomberg的Data for Social Goods Exchange 提提Proposal做分享 那也有拿到各个领域的一些大奖 然后也有实际上推动一些的改变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能透过资料 然后帮助手上拥有资料的人 可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使用 做出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今天是女神节 就是我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 然后就是 我可以分享就是少女时代 打拼时代 然后到就是你的人生上面 就是有负担的时代的时候的女性 到底的心路历程 好 谢谢 谢谢宁的介绍 宁的介绍 我下面都觉得很想有兴趣来听一听 她是怎么样经历过她这么多的时代的 那我们大家已经都看到了 两位嘉宾已经介绍了 这是走在成功路上的 这个创业女性也好 从业女性也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有来自这个微软学生大使项目的三位 非常年轻 但是非常有才华的同学 第一位呢 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博士 然后同时她也是旺诗康联合创始人李鑫 那第二位呢 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子科技与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微软学生大使张雪玲 那最后一位呢 就是武汉大学的软件工程专业的微软学生大使黄宣奇 那先有李鑫给我们做一个 李鑫同学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然后那个三位美丽的导师真的都很好看 然后还有两位同学就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 因为其实我也是很少在公共的场合 然后介绍我的公司 然后我自己创业的一个经历 其实我本身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 然后医学院博士三年级 其实我今年就毕业了 对 其实我是在一个毕业季 所以其实学业还很忙 然后的话呢 其实我硕士跟博士的方向 其实虽然我是一个医学生 但是的话呢 其实我做的都是医疗和互联网相关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所以的话呢 我也和我的伙伴们 包括我们公司的合伙人CEO愿望 然后我们自己做了面容筛查的软件 然后我们致力于早期去识别罕见病这个群体 因为我本身也是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医学生 还有的话 我们也致力于做罕见病患者的生态社区 然后我们自己其实已经有我们自己的小程序 然后和我们的那个筛查的软件 所以也是等待上线的一个过程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三位美丽的导师和两位可爱的同学一起交流 你的介绍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你已经开始想到怎么样去回馈社会了 因为你们的人脸识别通过这个AI的人脸识别 然后可以让很多这个罕见病可以早就是早一期的筛查 其中我们有一个苏州的那个MEP 他也是我们的RD导师 苏老师 他也是在就是通过他创建的这些application 可以提早帮小朋友诊断一些这个 我忘了是什么病来的 就是真的每次我听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特别感动 而且呢又是一位博士导师 好的 那我们就让那个下一位那个同学黄轩奇同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老师们好 学姐好 然后我是黄轩奇来自武汉大学软件工程的专业 然后现在是本科二年级的学生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还是参加了不少的课题 然后很高兴能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来对这个女性这个职业方面来做一些探讨吧 谢谢宣奇 因为你可能是我们这里面最年轻的一位这个学生 当然了也最年轻的一位女性了 等一下我们来跟你探讨一下 看看在这个将来无论是创业也好呀 还是从业也好 道路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那好 那我们请这个雪玲张雪玲同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他也是一位博士 哈喽大家好 我叫张雪玲 然后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博士一年级的同学 然后我的专业是电子科学与技术 然后我本科的时候就是第一年读的是文科 然后我转专业的时候 就会老师说你是个女生 然后你读的又是文科 你私有机成绩好像也不错呀 你为什么要转专业 我当时就觉得我要当个红科 当红科是个很酷的事情 虽然最后我的专业其实跟那个红科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觉得就是作为女生在一个工科群体中 就看到一些优秀的一些偶像呀 或者代表就是我就觉得深深的很感动 就包括我的个人偶像 也是居里夫人 然后包括我们老师也会告诉我 就是近几年关于录取的博士中 这个工科博士的女生的比例会不断的增加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希望我们更多的女性能够在这种潮流中 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后谢谢大家 好 谢谢 然后我觉得你们的介绍 每个人介绍都非常有特色 非常非常棒 就是你要转学科 然后老师给你这样的建议 然后你的偶像是居里夫人 你要成为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 那样成功的人士 那祝你在将来的路上 有一天可以真的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没有什么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有自己的梦想 你的偶像是居里夫人 我的偶像是萨奇尔夫人 因为当时当然了 就后来没有缘这个从政 但是我们有心里有这个美好的理想 就是肯定是 是为自己的努力添一份色彩的 对吧 那好 我们今天线上一共有五位嘉宾 已经都有介绍过自己了 我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求学的经历呢 计算机专业也好 非计算机专业也好 但大家都选择了IT这个领域去奋斗 这个行业呢 有很多人会羡慕他们 比如说高收入啦 也有人会说这个行业可能是高科技领域 当然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这个心酸 等一下我们就会揭秘 我想先问问三位学生大使 为什么会选择IT的方向 当然有人其中已经讲了一部分 那特别是那个李欣呢 我看到你是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博士 也是这个望士康联合创始人 那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选择了在IT这个领域里去驰骋 刚才我说我的那个MVP 它是那个自闭症的早期诊断 我现在想起来了 那好 那就让李欣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说 是什么样的想法去使你选择了这个领域呢 其实一个我刚刚有讲到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学生创业 包括我可能是一开始 其实我是接触导师的一个项目 然后他做的是跟互联网相关的 跟软件相关的一个项目 但是的话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 就是90后的 就是因为我就是完全经历了 从有手机到智能手机 到就是我每天要刷手机的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互联网对我整个 从小到大的改变和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所以一开始 其实我们想通过AI的方式 去做一个通过面容识别的 这样罕见病的一个软件 我没有想过就是说 一开始把它做成 是不是做成一个机器 或者是做成一个移动端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器 但是后来的话觉得 其实因为我们也借鉴了国外 我们有一个跟我们相类似的 一个竞品 它Facebook基因是Facebook下面的 一个类似的软件 就是说可能以互联网的这种形式 会更好的去推广 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一个技术 还有的话就是 本身互联网会有些优势 因为罕见病其实在比如说像上海北京 像这些城市 因为他们的专家其实有很高的 遗传学的知识 所以他们很好的去诊断 但是其实呢就是罕见病 诊疗的一个短板 其实是在一些二三线的城市 但是我们选用一种互联网端的 这种模式的话 其实很快的可以把这个技术 在很多的城市去铺开它 然后的话我们也是 一开始是想单纯做一个 就是说一个诊疗的这样子 一个技术端的一个软件 然后后面的话 也从我们的很多患者 这个方面去交流之后 他们也很需要有一个 类似于一个像罕见病小红树 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社区 所以的话其实就是就感觉 从一开始可能是导师的项目 但是最后会发现就是说 就是从互联网这个 就可能是最合适 我们这个项目去发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谢谢啊 谢谢李清跟我们做了这个 等一下让你再来 跟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个项目 就是在开展这个项目的时候 虽然是你的导师给你了这个思路 但是你把它扩展了 可能和你的合伙人一起 然后就是想在二三线城市 或者更需要帮助的一些地区 去把它通过现代的科技 去推广出去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那是 那那个宣奇呢 宣奇是为什么 就是对吧 你才是大二的学生 然后宣奇你是怎么在想 进入这个IT领域 然后也想在将来的时候 就是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 就是我填爆志愿的时候说起吧 我当时的话就是 选择这个计算机这个专业的话 我就是觉得比较单纯的就是觉得 IT行业它非常的公平 就是它不会特别在意你的这种背景 然后还有性别一切都是凭能力说话的 然后就是学习算机它的门槛也很低 然后资源 很多都是很多很多资源 然后它不需要你有很高的天赋 但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勤奋 而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然后像我现在还是本科阶段 然后就是以科业为重 然后主要还是注重学习这些基本的概念 还有理论的推导 所以说可能实践 就是实践方面会比较缺乏经验 然后也是需要像现在这些 这两位导师还有学姐学习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像我现在的话 我就会非常的注重我的这些基本概念 还有理论推导的学习 因为我觉得像本科阶段 它学的都是非常基础的知识 然后研究的都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如果我只是关记住一些结论的话 那我只是解决别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学会基本原理 还有学会推导 我才能为以后解决新的问题 然后打下基础 这东西的话虽然说起来简单 但是落实起来还是挺难的 首先就是说需要把一些大块头都一个一个的啃下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实验都不折不扣的做下来 我觉得的话还是需要你很有 对这个专业很有热爱 然后还有坚定的决心吧 反正这就是我的一些感受 然后分享给大家 所以当时你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 就是你觉得因为你刚才一边讲一边张大嘴巴 我说哦OK 这个你说的公平平等这些方面我都完全赞同 然后你说哦 因为电脑这个入门也不是也不是很难的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羡慕你的 因为我相信你的这个说不需要有天赋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后天的勤奋是一定要的 而且你有这样就是的一些想法 就是对后面你要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了一番计划 那也非常恭喜你可以听听其他人大家怎么样讲 然后我们再往下讨论 然后最后一位同学是雪玲 那雪玲你当时在选择这个IT行业的时候 是就是不是IT行业 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发展是怎么考量的呢 对最开始我就是看到了当红课很酷 然后我说那我一定要去当红课 为国家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虽然上了大学发现就是学的东西跟红课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发现就是人工智能 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因为当时我们在新加坡做了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通过已有的数据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深度学习模型 去预测一个就是传染病的产生 然后给政府以相关的建议来降低这个感染的几率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好神奇 然后就是觉得它可以 就是降低一下人相关的压力 或者是让社会运转的更加的轻松快捷一点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也是把人工智能的技术 融入到一个公通性里面 然后为下一代这个世界的通信技术 都是更好的一个提升 然后就是而且这是一个可预见的事情 然后我就会觉得还蛮酷的 然后就是我就选择我这个人 做事情的理由就比较简单 谢谢你这个讲解 因为我从三位同学的这个阐述当中 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而且我发现今天五位女性 其实在之前有一些了解对大家 我发现还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共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坐在这个 今天的这个算是一个圆桌吧 然后来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你们三个人其实都是从自己的passion 这跟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去选自己的学科 或怎么样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你们都是有自己的热情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从中得到什么 而去选择自己的这个这一条路 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 我可能是所有看起来最不像做IT的人 那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呢 我最后选择的那个concentration 就是专业是这个就是 就是IT的management 当时为什么呢 因为E number one我要学NBA 是因为在我的那个年代NBA 是非常非常火热popular的 然后这个等于是进入很多好的公司的一个敲门砖 其次呢 当时有几个不同的专业可以选择marketing 然后我觉得marketing可能太多人去选择 市场上面的这个interaction marketing 还是什么 当时就非常也是很火热 但是我觉得作为女生可能读这个比较多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accounting 对不起 我的数学真的很烂 我这个像比如说operational management 这些东西 我是被老师留下来讲很多很多次 也不能理解他的逻辑的 那最后呢 我就选择这个IT management 当时我记得就是 就是中间我们做那个毕业的那个论文的时候 就是当时在debating说 e-commerce就是 线上的这个电子商务是否可行 是否会被将来的世界所接受 然后工作了这么多年 然后换了不同的公司之后 然后看到现在尤其是在中国 淘宝啊 等等这些线上的这些商业 做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我想 哎 我就知道当时我一定会选择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说 这一定是不能成功的 因为我是一个女生 我要去商店里面去试衣服 要找到那个感觉 要看到衣服穿在我身上是否美丽 所以我认为线上这些商务是不可能成型的 这个话有点远了 那OK 我就感谢三位年轻女性的这个回答 那在大家的回答中呢 看到新一代女性的这个职业上面的追求 跟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太不同 那除了三位年轻人以外呢 我也想问问同样年轻的妈妈和同样年轻在创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创业者的就业经理好不好 那宁要不要你先来分享一下 我本身大学的时候念的是上学员 进IT领域其实是个巧合 是在大四的时候拿到Intel的intern 那在去之前我还不知道这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就是我妈还问我说这是不是骗人的 进了之后还不是一间骗人的公司 而且我觉得IT领域的每年的创新的程度 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有一个领域是你有机会成为里面的一份子 然后你也有机会因为可能自己的能力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大家可能做不同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后来我一直在这个领域上面一直往下走 我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只要我有意愿或我有热情 就是也许不是今年开花 也许两三年后它会开花 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好谢谢你 那Jackie你可能有很多的东西要跟我们去分享吧 我们很想听听那个Jackie你的这个 对你因为你的这个背景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 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其实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是大学生朋友 然后我就在想我大学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天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肯定是想不到的 因为一路上有很多误打误撞的巧合 那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学理科的 我是学文学的 我大学的专业是英文系 然后俯修了经济学 所以在我大学毕业 然后想要去美国读研究院的时候 然后我就去找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就觉得好像marketing这个专业不错 很多关于创意 关于这个消费者的心理等等 然后就申请了耶鲁大学的管理学院 这个marketing的专业 那等我进了研究生院 我会发现 怎么天天学的都是数学和编程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经济的时代 那么大量的线上的数据 无论是电商啊 搜索营业啊 还是这种超市的这种CRM的数据 其实它都需要有算法 能够帮助这些企业去进行分析 那么去支持它的很多决策 对吧 比如说怎么定价啊 怎么做广告啊 用什么样的产品去吸引消费者 所以我是本着一个文科的心态 然后一下子打不撞进了一个 非常重数理的这样一个专业 但这样十几年下来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其实刚才大家也提到了 一个在事业选择过程中 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三个圈的交集 对吧 那第一个圈就是我们喜欢什么热爱什么 第二个圈是我们擅长什么 第三个圈是刚好是有它的社会价值 对吧 就是有人需要 但它代表了未来的趋势 那我觉得找到这三件事情的一个交叉点 其实非常幸运的 那我偏巧呢 找到了这样一个在商业数据分析领域 那十几年那可能是从这个算法端 对吧 算法的研发一直到企业的咨询 然后到现在我们做一些软件的产品 跟数据库的产品 不同的这个行业的不同的角度呢 其实去都完整的为这个行业的发展 不仅是见证了它整个在成长的历史 那么而且觉得自己可以在中间去贡献我们的力量 所以还是一路走来觉得非常幸福的 好啊谢谢Jacky 其实在你讲的过程之中 我也在就是一直在回忆自己在读书的时候的状态 当时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专业 然后之后跟后来自己走的路径 是不是有完全的这个帮助 还是说完全相悖于自己后来要选择的道路 其实都是蛮有趣的 尤其作为女生 我觉得现在女生 我说了这个话可能会被打 我觉得现在女生越来越强 我们有点有这个社会有一点点阴盛阳衰的感觉 还好我们今天讨论都是针对那个女生的 那就是女生自己呢 就是他们的性格上面 或者是我们天生带来一些比较坚毅的这些特质吧 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梦想有一天会成真 而且几位同学刚才讲了 还有两位这个宁和Jacky 然后刚才那个宁没有给大家介绍 其实她是在这个R-Lady 也就是说她是擅长在这个R-Lady 这个Community里面的活跃的分子 然后R语言大家也知道 所以我们跟大家好像跟数学 跟数据分析 包括刚才我们的那个同学 在讲她这个对盘监病的一些等等 这些都是要大量的数据的支撑 所以我觉得这几位嘉宾真的是请得非常非常有特色 其实在今天这个活动之前 我是不认识除了宁 我跟其他人是非常不熟悉的 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个机会 让大家都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去跟我去分享 也跟我们的听众去分享 那么在职场上的就是两位女性的这个经验呢 和想法 我就是想问一下说 在这个IT行业给大家的印象 好像初初之前就说在IT那就是高大上 非常高端 赚钱赚得多 当然也有996的这种不眠不休 那我就想问问大家 作为女性在IT领域里面 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和最就是最大的一种挑战 当然了 我觉得困难和挑战的同时呢 这个上帝是公平的 还有作为女性在这个IT行业里面 又会有怎么样的优势呢 我作为一个在科技行业的女性创业者 其实我是非常赞同刚才 就是宣奇同学她谈到说 我在这个领域 其实能够感觉到 没有很大的性别差异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是在这个工业革命的时代 那可能男性因为她体力很好 所以她从事工厂里的工作 那么她就是具有更强的一个经济价值 跟社会价值 但是现在我们在我们的信息社会里面 其实男性跟女性 我们有同样强健的大脑 我们可以在品格的发展上 完全是跟男性一起的 去竞争跟合作 所以说在这点上 我觉得IT行业的兴起 或者说整个新奇产业的兴起 那对于我们实现这种性别之间的 两性的平衡 跟多元性的这种社会的包容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 那我觉得作为女性 那可能从生理的角度来讲 确实如果我们 比如说选择要做母亲的话 那么可能是要 因为这个事情没法替代 对吧 我们就是要经历这些 从怀孕 然后产子 然后到哺乳期 对吧 到育儿 等等的这种 这种可能男性 她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这些挑战 那么对于职场的女性而言 可能她就面临很多 比如说IT行业 可能是技术的进步 是非常快的 对吧 但如果是做全职母亲 比如说有的 有的女生 可能选择说 我这两到三年 我更好地去陪伴我的孩子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她如何能够 还和这个行业 去建立联系 这个其实就更需要 比如说是家庭的支持 对吧 然后这种社会的包容 那么以及 作为女性来讲 那么如何说 我还可以和技术 和职场的这些 不断发展的趋势 去保持一个联系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 就是这种 更加多元的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面临的选择 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对于女性来讲 那么我们如何去选择一个 对自己的人生成长 和事业成长 那么更加有利的环境 如何去选择一个好伴侣 如何去选择一个好的社群 来支持自己的成长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明智地 做这些选择的话 我觉得女性在 在我们现在的IT的世界 或信息的世界里面 应该获得更多的自由 听起来好美好 我觉得真的是一幅 你一边讲 我眼前已经有一幅图画了 感觉其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对的选择 来宁 快快快 来你吐槽一下 然后这个挑战是怎样 然后优越心又是怎样 等你很久了 我倒不吐槽 我蛮认同Jackie 就是你需要很明智地 去做选择 然后我做 我觉得在IT领域 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它的弹性非常多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因为我两个小孩都很小 不到五岁 那我其实很大幅度的是 远端在上班 远端在上班 然后我觉得这在IT领域上面 它一个很好提供的一个范畴 那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可能是女性需要去做思考的 因为以我在少女时代 或打拼时代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人扛着 就是扛枪扛炮 我就上战场 开始就是开疆屁图了 但你实际上你有小孩之后 特别有小孩之后 你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 除非你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另一半 他帮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那我身边也有是这样子的人 那每个人拥有的资源不同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核心很重要 就是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那我要如何去跟其他人沟通合作 我的核心价值对你是有帮助的 那你让我做某些事情 你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女性可以去思考 发挥的一个部分 那不一定我们真的都需要去扮演 就是一个指挥官 然后就是纵观全局 那你在你生命中 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角色 那我觉得在IT领域 它最好的地方是 你当你想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时候 只要你掌握得好你自己的价值 还有掌握好你自己 可以怎么样跟人家共同合作的形式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找到 你不一定每个时间点 你都是最亮的那颗星 但是你可以在每个时间点 找到你一个很好的角色 也许你是一个很重要的key man 最发光的在这个时间点不是你 但是你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的 当然你可以选择那种所谓996吗 不好意思 我对这个词知道 但念不一定很准 你可以选择这种公司 但是它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也就是说不一定 就是一定要死命的说 我一定要去哪里或什么 没有自己是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如何去创造教职 是最重要 那不一定要在所谓高大上的公司 才有价值 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 女性在这个领域上面 只要掌握好自己的特质 掌握好如何跟人家沟通 协同合作 我觉得IT产业是可以让大家 不一定如鱼得水 但是可以有很多的资源 去做不同面貌的事情出来 对 好 谢谢你 我觉得你和那个Jackie 她们说的我都非常的赞同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其实跟是不是IT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现在的女性 都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尤其刚才您说 对 我们不是说在每件事情都要做指挥官 但同时我也说 可能有很多比较强的女生 是不由自主地会变成这个指挥官的这个角色的 所以感触感触颇多 然后这样的讨论我可以再继续很多下去 但是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这个嘉宾给我们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其实是非常好 我没有听到的是说 因为我在微软里面 就是女生工程师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比例 那当然男性可能占的比较多 那很多女生就会说 跟男生做起来工作 一起工作的时候会很轻松啊 然后我们 我们那个 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在一起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会有很多优越性啊 我还可以说 让男性来承担更多的这些工作等等 就是他们会 怎么 那词怎么说 之宠而骄吧 可能是 因为他们是稀有的品种 那在有一年去那个西雅图的峰会的时候 我们那个MVP和儿子每年都会有峰会的时候呢 我也遇到了很多来自于其他国家 比如说韩国 日本等亚洲 国家的一些女性 他们在从业的时候呢 他们的确是在性别上有的非常大的挑战 这个可能是我们非常幸运 我们在这个大中华地区 就是女性的这个地位 就是一直来讲 其实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幸运 就是从出生我就觉得 我没有觉得男女差别很大啊 或者说重男青年 因为可能是在大城市的原因吧 然后后来我又去到北欧 那更是女权主义的国家 那之后的西方一些国家等等 就是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作为女性 其实我是觉得沾沾自喜的 我就想 如果有小孩的话 我希望有一个女儿 其实她是很有 比男性来讲 有更多的优越感 对吧 好像今天我们的这个三八妇女 这个叫什么三八女神节 那男生就没有 我们其实比他们更棒 对不对 话又有点扯远了 好 那就 感谢这个两位的分享 那我也想同时问问三位 这个同学大使 那个来回答一下 在求学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也会做到了不少的课题 那在一些课题和项目里面的话 那你们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希望李欣同学呢 是可以从学生创业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就是我听到老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刚刚就想到宁他说的一句 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比如说我在实施课题 或者是我本身这个创业项目的过程中 其实我可能觉得我最适合的这个角色 可能是不断地在变换的 因为创业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 中间需要做的事情嘛 就比如说其实我跟我的合伙人 就是我的合伙人愿望 他是华世大的计算机工程学院的博士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男性 但是他很细腻 就是我虽然是一个女性 但是觉得其实我做事情是比较冲动的 就我很容易下决定 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下一步要怎么做 就可能说我明天要做这个 然后就做了 我觉得这个是可靠的就做了 其实我经常会做一些不是特别符合女性应该细腻呀 或者是就是想得很清楚呀 或者是包括我的就是做事的执行力 还有这种建议的品质 我觉得我是比不上它的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并没有广义上面 就是女性在我这个创业中我有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我和愿望这个合作 其实就是也就是也很合拍吧 因为其实他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主要还是一个人脸识别去识别罕见病 因为很多罕见病可能老师不是很清楚 就包括像唐氏综合针 它其实有一个特殊的面容 其实很多罕见病都是有个特殊的面容 然后我们致力于开发就是 这些各种综合针的一个特殊面容的模型 然后去识别它 那其实这个做这个项目过程中呢 我自己在我们就是我们学术公共的 开源的网站Parmite上面 一开始的话就是我自己有 就是一个一个的去抠图 然后抠了一万多张图片下来 就作为我们一个原始的一个 就是训练的一个样本 那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我这个耐力还挺高的 然后也愿意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做就是这种最瑕碎的事情 然后在创业的过程中 然后我的合伙人愿望的话呢 他就是去要去开发这些模型 然后去开发这些软件 然后其实我们做这个过程 就我创业的这个阶段可能有两三年的时间吧 就是但是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可能并不像一个女性 一直在做一些组织啊 包括去接洽一些投资方啊 这一些其实应该是女性 比较擅长的一个角色 但是其实这些事情都是 就是我的合伙人愿望去做 所以很感激他 然后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女性 可能唯一向女性角色的一点 就是我时常去鼓励他 因为其实创业的过程中是很难的 就你需要伙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觉得宁明说的很对 就是你可能你的角色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但是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角色吧 因为就是一定要说我在特别女性的角色 就是好像也没有特定的 觉得我非常像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但是就觉得还是 就是说有一些方面吧 我觉得女性的话呢 至少我觉得优势可能是 比较容易和很多合作的伙伴去沟通 就是喜欢去沟通问题 就是我一发现一件事情 有时候可能就立刻发毛了 然后我就要立刻跟我的合伙人愿望去说 但是愿望他就遇到什么事情 其实他非常发愁 但是他不愿意主动和我说 但是他在很多项目的执行能力上 的确男性他的认禁是比女性要多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可能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 谢谢宁明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而且把你的就是怎么讲的 我觉得你的描述是淋漓尽致的 然后怎么样描述自己 其实你并不代表你自己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社会上 很大一部分女性可能都跟你是差不多的 那看一看 我们看看其他的同学是怎么样考虑的 宣奇 那你从这个学习者的这个角度 和课题的角度 能否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性别差异就是越来越缩小了 但是没关系我们大家就随便聊天 我突然想就是想插一句就是刚刚 令导师然后他说的话然后给我一些启发吧 就是说可能我们不一定要选择做最亮的心 但是我们这个IT行业会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来做自己的价值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说不是说做最亮的心 而是说找到自己的价值 然后像我现在是本科阶段的话 可能很多这种什么世界观人生观都还没有成型的话 然后我觉得的话就是说可能大家 就是一开始刚入这个计算机这个专业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是抱着 我以后就是想当一个程序员啊 然后就挣很多钱的这种心态来的 然后平时也就是不停的就是有一些宣传 比如说谁谁谁 然后他找到了一些实习机会啊 然后他毕业以后月薪多少多少钱啊这种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选择远远大于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 根据自己的自己的适合的地方 然后去选择不是都扎堆的去 都是做一些技术开发这种程序员的行业 其实IT行业还有很多的资源 然后就是至于女性充当什么样子的角色的话 我觉得这个题目感觉对我来说有一点大 然后我只是简单的说一说 比如我感觉像我这种性格的话 可能就是就是说能比较擅长于 就是在长时间能保持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态 然后我在团队里面的话也是尽量的做到 就是说不断的去输出一些正能量 然后给团队的成员加油鼓劲 然后不断的去促进这个沟通 不管我是一个主要的负责人 还是说不是主要的负责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女性的角色可能不是很相关 可能只是我的一些这个 我的性格这个相关吧 没问题啊 先请我们其实就是大家坐下来聊天 然后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你的回答非常好 那我们来听听雪玲同学是怎么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分享吧 那个我觉得女性承担的是和男性一样重要的角色 是在科研工作中 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就是这是个女博士 就我刚被录取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你是第三类人 你是女博士 我当时心里嗯关你什么事情呢 然后他们就会男生就会说一些 嗯你22岁跟我们男性28岁在相亲市场上的地位是差不多的哦 然后就这种话我就觉得嗯非常的让我们感到反胃 然后首先在科研工作中就是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师姐 然后很多的女性其实他们做的工作是和男性一样出色的 嗯包括包括我们这一集要毕业的师姐 他马上就要去入职那个上海理工大学去当讲师 然后包括我们也没有享受什么性别红利 就是我们承担的工作是和男性一样做的 我们一样早起然后我们也一样熬夜 然后可能唯一的就是出差的时候可能考虑到不完全因素 所以就会学长他们会多出一些差 但我觉得平时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然后我们也会告他们我们是女权主义者 我们支持女性和男性的平等 然后不要因为我们是女生就给我们一些优待 或者是嗯就是让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弱者 我们也不需要他们去怜悯就是 所以就是我觉得女生其实和男性是一样重要的地位 然后包括嗯在科研生活中 我感觉就是更多的女性会叫做那gold helpgold 就我很喜欢这个事情 包括嗯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女性擅长做的事情 或者男性更擅长做的事情 或者女性需要做的事情 男性需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吧 然后就是我也很高兴就看到更多的女性去愿意加入这个IT 或者是因为IT行业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还是一个男女比例失衡的领域 然后本科我们这个学校也是个工科学校 它的男女比例达到了7比1或者是8比1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没有去享受这个性别红利 我觉得是一件很让人欣慰的事情 雪凌刚才分享的话两个事情我就是想comment一下 就是一个是说哎呀女博士上我知道12岁跟28岁 在相亲市场上是一个地位 其实当时那个知道那个李欣和雪凌都是博士的时候 我当时在想哇这么高的学历 当将来找男朋友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所以所以其实其实是一个固化的思维啊 就觉得女生的学历越高 因为那个时候我读MBA之后我还跟我妈妈讲 我说哎是不是你看我再去读一个博士什么的 也不是不可能吗 在国外还是很容易的 当时是这种感觉 因为国内的门槛真的很高 就是你要想博社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以前是那种样子 然后他们就说算了吧 博社之后你根本没办法找到男人 就是你还是要生活的 你没有办法找到另一半 然后人家都会觉得仰视你太高了 然后从心理的角度上可能会不舒服 是这个样子 第二我想分享就是说你们在讲说 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 我们也没有说因为女性的性别的问题 我们得到一些红利之类的 我虽然当时就是没有你这个客生的这种感受吧 但是在我刚刚去移民加拿大的时候 那个找工作很难 然后这个时候我在想说 哎我正好有国内的这个资源 那我就要去做这个 做这个 你们大家知道那个哈雷摩托 我是做他的accessory 也就是做他的那个helmet 他的头盔 就是等于是跟摩托车相关的一些accessory 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想我作为一个女的 就是你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时候我带着一个 自己开着一个小车子 后面带着一个很大的trailer trailer里面全都是我的货 也就是我自己design的这个logo的这个头盔 然后我要带到这个festival上面 就是在一个节日上面 就是全部都是biker的这样上面去兜售去卖 你可以看到一片的biker 有这个仰着骑车的 有趴着骑车的 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摩托车 然后大家一见到我说 嘿 然后又是一个亚洲女性 唯一的亚洲女性 然后问我说 你是骑多大多少cc的 然后只能翻着白眼 然后之后跟他们去 就是全整个的草地上面 只有我一个 亚洲女性 而且我是在做这个 哈利·Davidson的生意 就是怎么讲呢 其实我觉得女生 想做什么事情来讲 就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怎么讲呢 非常非常的坚毅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到那个Quebec City的时候 我也是想把我的生意 expand到那个地方去 就扩展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结果人家就跟我说 你说法语吗 no French no business 就是各种各样的体会 所以我听到你们这样的讲法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也是蛮兴奋的 那谢谢三位同学的这个分享 说起就业来呢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领英 可能是不陌生了 因为不管你们将来是准备创业也好 大多数的人 我们还是要就是谈及这个 毕业之后谈及就业的 那本地化之后的这个领英职场呢 依然保持着非常精准的一个定位 以及海量大厂的这个招聘的库 也是一个寻求工作的有效渠道 反正呢是从我毕业之后 找工作的时候 我就知道去link in 然后当然了这个国内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招聘的网站 但是我认为最权威的 而且精准定位的就是这个领英 领英可以这么讲了 然后特别是金三银四的时候 那个是求职时间 那相信有很多人呢会想找工作呢 如果大家就是想注册的话 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红利 就是你可以在网上 现在大家看到屏幕前面的二维码 然后完善自己的个人资料 并成功添加这个技能标签之后 我们将送出一份礼品 助力各位求职的顺利了解详细的这个信息 那这个二维码会一直在上面漂浮 所以大家不着急 我们拿手机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那关于就业呢 说到这个就业的问题 这里面可能这个宣奇和这个雪莉 可能将来会面临 那我想了解一下 不光是我们求职的这些人 还有自己创业这些人 而且我们又都是女性 这就是现在 可能刚才你已经讲了一部分了 我们怎么样去balance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 因为现在所有的大企业 都在讲说work-life balance 我们也有国内很多企业 比如说像阿里啊等等 就是前一段时间 大家也看到那些新闻了 那尤其作为女性 说男生都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了 那作为女生我要创业 我要照顾家 我要看孩子 或者说像我的学位已经是博士了 我将来怎么样面临这样一个市场 去选择我的那个伴侣等等 我个人觉得work-life balance 本身是一个很好听 但其实很难做到的事情 那你一定会有些阶段work多 有些阶段life多 那可是我自己觉得核心是 要爱自己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会 我分享一个 因为人生一定有很多时候 工作爆表或者是生活爆表 那我自己很坚持 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运动 对我来讲是一个 我可以感受我自己的阶段 那当你能爱自己 感受自己 你可以去思索 到底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 因为当你什么东西 当人什么东西都想要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要不到 而且会过得非常的焦虑 然后我鼓励所有的女生 就是我 大家有看到我头发的颜色是咖啡色 就是我两三个月前 就是真的工作生活超不平衡 我决定我一定要去染一头 就是漂亮的头发 我不想要让我自己看起来 像两个孩子的妈 就是我觉得我要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我希望我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然后所以 每个人就是不管你的工作 或你的生活 你自己才是核心 那我鼓励大家可能运动 可能你的工作压力很大很难 但是你一个礼拜至少去一次两次 然后自己跟自己对话 然后对话完会知道 到底哪些事情其实不重要 我不需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那只关注两三件 你觉得最重要的 我非常同意刚才提到的这种爱自己 或者我们很好的去安排自己人生的前提 是对自我的了解 然后对自我的尊重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我其实不太认同这个 所谓事业生活平衡的这个论 我觉得是一个 有点二元对立的 这样的一种提法 或者思维模式 那其实事业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吧 那生活有很多部分 那除了事业之外 比如说我们还有家庭 我们还有自我的发展 比如说你提到的这种健康啊 美啊 休闲 对吧 然后我们还有朋友 然后社区的这些服务 这共同的构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 那如何做 在这个中间能找到一种整合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是我们把事业和生活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 那可能就变成了刚才其实雪凌有讲说 有的人就是拼命去工作 或者做一份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 那觉得我赚来的钱 我可以用在我生活的其他的方面 对吧 其实你会发现那这样 你可能过的是一个非常割裂的生活 因为你的工作中 你可能获得不了很多的快乐 成长感 价值感 更多的是一种消耗 那无论是我们去工作 还是面对我们的家庭和朋友 其实更多的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 你是把一个完整的自我 无论是你的情绪 你的人格 你的关系 带到你的办公室 带到你的家里 所以如果 比如说你的工作中 你遇到很多的挫折 或者说 你的病得不到尊重的话 在工作中 那可能你回到自己的家庭 和伴侣也好 自己的孩子也好 可能关系也会比较紧张 但是如果我们在事业中是自信的 对吧 那得到了成长 那并且全方面的提升了 我们的同理心和效率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家庭关系上 那么我想也会处理的 更加游人有余 对吧 那家庭关系也是 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各种能力的 那我有一个15岁的儿子 我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强的bunding 我是觉得就是能够把家庭关系处理的 井井有桥的好妈妈 做CEO都不会太差 这样的这些能力 其实都是可以带到工作中的 所以我不觉得两者是一个零和关系 对吧 他不是一个生命 不是一个割裂的零和游戏 他其实是彼此滋养 Jackie 15岁的儿子我真的难以置信 但是我也知道了你的这个 这个真的confidence在这里 哦一个好妈妈就一定是一个好的CEO 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 那三位同学呢 三位同学呢 你们怎么看这个work life balance 还是说明目前我还没有遇到 李青一定是遇到了我知道 然后同学我觉得像宣奇什么的 在学习当中一定也是会被burn out的时候 你们被burn out的时候是怎么来调整的呢 我觉得刚刚就是美丽的Jackie姐姐她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 就是她说了其实如果你特别不喜欢你的工作 然后工作只是为了赚钱 阿姨她会跟你的生活是割裂的 其实这对于尤其是我 因为我们今天带了很多女性 包括可能收看我们的观众可能很多都是就受过高等教育的 她没有办法接受她的工作跟生活完全的割裂 如果这个时间持续很久的话 所以我觉得首先如果我的工作本身是我喜欢的 然后其实我会尽力的去调整她跟我生活的一个平衡 包括其实我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创业 但是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不能分割的 然后我也都想去把它做好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那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又要 其实医学院博士的功课是很忙的 然后我又要跟着创业 然后有时经常其实我会毛 就是有一种炸了的感觉 然后其实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可能就是淘宝买几件好看的衣服 然后穿一穿 然后就有一点像宁说的 就是你有时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 或者是一些小的enjoy 然后你其实就是一种去平衡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就是特别认同Jeky说的 就是如果你的工作生活本身都是你想好好经营的 然后其实还是可以做到平衡这样子 谢谢 谢谢 那个你们两个随便谁先上来讲都可以了 我们大家就是在这里聊聊天 其实聊得也蛮嗨的我觉得 而且都非常非常的这个sincere和这个honest 圣奇 谢谢雪玲 你们都可以随便来 我觉得我目前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因为我既没有男朋友 然后我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做 然后我除了学习 我每天给我妈妈打一通电话就可以了 然后每周会跟同学打两次羽毛球 然后跑跑步跳跳声拉拉伸 就已经很快乐了 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室友 我们俩躺在床上思考人生 他说我每天回去玩手机 玩半个小时就很快乐了 我说你每天早上八点多起 学到晚上十一点多回来 你跟我说你玩半个小时你就快乐了 你对生活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但后来我一想其实也差不多 就我们都过这种生活 但你觉得你在学习 然后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你的学习会让你变得更好 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就可能别人觉得我们这种人很无聊 一学期也不去玩几下 然后但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然后这种生活其实也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 因为每天你学习的东西都不一样 然后其实我还想cue一下你 因为我觉得你很漂亮 就是你不用染头发 我也看不出来你两孩子的妈妈好吗 谢谢 今天晚上可以睡一个很好的觉 对我可以开心一个礼拜 我好像粉丝小妹妹 谢谢 谢谢和那个 今天我也注意到 他们都是一种长发 非常非常漂亮 我也很羡慕 其实我也确实没有怎么遇到过这个问题 感觉 毕竟现在 就是大把大把的时间 然后 非常 非常完整的时间 然后让你去学习 我还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 然后有时候 偶尔就是感觉 学得非常崩溃的时候 其实也比较少吧 但是每一次 我觉得其实 就是说 在自己学习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不知不觉的 就把自己 有时候就太过于理性化 然后感觉自己有点 化身为工具人那种感觉 但是在这个时候 生活其实会 一些有情趣的 一些生活的活动 其实会带给自己一些滋养的 比如说 我记得我 就打 就是前几天 就是打比赛 然后就要准备那个 中期打变的时候 当时反正就是 又要做PPT 然后又要剪视频 然后 然后还 然后程序还跑出bug来了 然后反正就特别的 感觉当时就有一点崩溃 因为第二天就要打变了 然后室友他在那边 一边洗澡 一边唱着歌 然后我当时 就感觉 突然就感觉 其实 其实也不用 把这种东西 看得特别的重 然后生活中 就是说这些 还有很多 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然后我就一边 一边听着他唱歌 然后一边哼着歌 然后慢慢的就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就是我们大家 怎么样平衡工作 生活 就像刚才 Jackie说的 其实他觉得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根本不成立的 这种说法 但是呢 我们就是现在 尤其是在 大家的美国公司 特别讲求的是 Work-Life-Balance 然后你的老板们 会经常问 然后比如说上 上周五的时候 我的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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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多少轮以上的老板 然后再问我们大家说 你们谁会被感觉到 这个工作已经被Burn out了 然后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 然后因为我们是视频的会议 然后我发现 天哪 只有一个人举手了 完了 我想我很快要离开了 但其实不是 然后我就得到他的permission 说如果你早晨醒来 觉得这一天 我都不感觉到想工作 比如说今天早晨 我觉得 那38 我们是有半天假期的 那好 我就决定早晨起来 不想去工作 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真的其实还是蛮感动的 有这样的老板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不想工作 那你有我的permission 你今天就可以调整 然后呢 还有我就是想说 其实很多的幸福是小小的 就是小到不能再小 我自己亲身经历一个事情 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是不怎么煮饭的在家 因为我觉得煮饭实在是 太浪费时间了 对吧 10分钟我就可以吃完我煮的饭 但我可能要prepare 要准备很久 才能做出来这个菜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 生活需要慢节奏 慢下来 因为无论我走路 说话等等 我发现我太快了 然后我觉得有一天 我可能心脏就会崩掉了 所以我尽量让自己慢下来 我去做这个瑜伽 然后呢 去一周或两周煮一餐饭 然后当我在拿着刀子 切一个姜和一个葱的时候 我有一次就是切下去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到 我的脸就是 我的嘴巴就是开心的 就觉得哎呀 我实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 我切了一半僵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小小的心服 其实这种都是我们 化解压力的一种方法吧 我觉得 那接近时间的关系 我还有好几个问题要问大家 我们继续往下走 然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几位嘉宾呢 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了 相信呢 也会给大家一些指引 谈完这些就业呢 我们就要谈另外一个话题创业 那这里面的五位嘉宾中有差不多三位 都在创业的 或者有创业这方面的经验的 我想问问是什么样子的驱动力 让大家踏上了这个创业之路 这个有些我们之前已经有回答过了 那我们再highlight一下 就是说在创业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听过我的MVP 有些女性创业 和她们现在很成功的几位女性当中 她们分享她们的经验 就是真的是一下子你可以记住 就是大家找一些自己比较special的 特别特别的 可以让大家了解的点 我其实是特别一个low drama的人 就是很少有戏剧性的时刻 是marketing 但是我是写算法的marketing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就是很快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 我其实很喜欢数字 我也很喜欢商业 那我尤其喜欢的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 很多在想要了解 比如说他们想做一个新的酸奶 或者想做一个新的护肤品的时候 他很想要聊我的消费者 他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那这个问题呢 原来可能在十年前 我们只能用一些 比如调查问卷 一些focus group 就这种工具来解决 但现在其实随着大数据技术 和这个机器学习算法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其实可以在海量的数据 对吧 就每天大家可以想到 可能有亿万的这种电商数据 社交媒体的数据 这种外卖平台的数据 消费者的这个足迹等等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海量的大数据里面 那么自动化的去抽取这些洞察 那不需要再设计问卷 也不需要再找消费者 这个逐一的去做访谈 所以在我能够意识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其实是和我的热爱 和我的擅长 都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交集 那我可以带领我 一些事业伙伴 那么我们一起可以把市场研究这件事情 那么做得更自动化 让千千万万的公司 不仅是这种世界500强的公司 可能能享受到这种市场的 非常准确而快速的这种研究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创业说掉它的本质的动力 还是取决于说 你看市场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其实就是一个 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然后刚才都非常有热情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因为创业其实是很高风险的事情 对吧 如果仅仅是为了财务的回报 或者是为了 这个能够对吧 未来有这个很多的 这个时间的自由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老板 其实为了这些东西去创业的话 你会发现可能最后 你就会比较吃话 因为创业是有很多的责任 也是非常高的风险 但是如果你的初心 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天可以收获到成长跟乐趣 那我觉得这个创业的过程 就是更加有价值的 也是更加能够充赢我们的生命的 科技产业的女性 我觉得大家在前进的路上 一定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我们现在习惯的行业 或习惯处理方式会用很传统 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方式在做处理 所以我们刚好站在这个科技的前缘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面 你会去有一个创业的机会 或创业契机 其实是很自然会发生的 那我也鼓励大家 就是在工作的过程 不是可能只跟身边几个人互动 那当在扩大更多的合作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很有火花的伙伴 我相信理性应该很有感觉 那在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是在产生的 那虽然过程中会很痛苦 但是这个痛苦的过程结束 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精力或能力 是会掌握在自己身上 那因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也会累积很多很好的reputation 那也会有客户的肯定 那我觉得就是自己看到相关的缺口跟机会 累积出来的东西 还有别人的肯定 那个其实是最真实 长在自己身上的能力 那也是跟着自己 会一直一直往下走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就是 真的不要像一个工具人 就是去公司为了赚钱 然后一直重复的做一些事情 应该比如说像是理性 看到一个市场的机会 然后开始往下去走 那创业的风险很大 那即便可能这一次的成 这一次不是成功的 可是它可以帮助所有的人知道说 或自己知道说 那我下次要往哪边走 那这中间就是得到的东西 会是就是无可取代履历上面的故事 然后自己的价值 对 您说的太棒了 我觉得宁你真的是超级的导师型的性格 你真是讲的太棒 就是job is just job 对吧 就工作就是一份工作 那而且你真的是经历的这个事情 永远都不可能复制 就是你一边在讲 我一边今天可能作为主持人 可能我应该没有讲 分享那么多自己的经验 但是让我想起来很多 那个时候 无论是小创业还是怎样 然后你的这些经历 在读书的时候 真的是无可复制 可能我没有赚到像其他我的 我的朋友们 没有出国的人那么多的钱 但是我的经验 他们可能是拿那些钱是买不来的 我觉得 李欣你觉得呢 作为新一代这个 95后吧 应该是 95后的新新创业人是怎么感觉呢 这是我刚刚听了Jacky和Nin两位老师 然后说话 其实就是Nin到最后说的 我都有一点想哭了 因为真的很感动 因为其实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初期 其实就是可能是最难的这一个阶段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初期吧 其实真的是在投入 就像那个Jacky他说的 如果你一开始 其实如果说你创业是想要一个财务的一个回报 或者说是一个空闲的时间 那可能对于很多创业者最后肯定是会失望的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这个初期 我觉得是重新对我进行了一次塑醒吧 因为我这个名字就是辛苦 然后我爸爸他对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人 他从小就告诉我 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你必须是自己辛苦去工作拿来的这个样子 所以的话 然后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的性格 就是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轻易不想寻求别人的帮助 但是我发现其实创业它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是一个合作 就是在一个寻求合作和帮助的过程中 尤其是我刚开始 所以的话 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特别让我有感受的地方 就是我学会了 就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主动向我的长辈 我的前辈去询问经验 就是就拉下我们95后高的这个头颅 然后去主动的去寻求帮助 我觉得这个就是 是我这两年间就是 特别就是觉得我获得的一个东西 就是就承认自己的不足 然后主动的去寻求帮助 对的 然后就其实有时我经常 经常就是有一段时间会心里想 真的吗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就是你把你的经验告诉我 就告诉我做这件事情的窍门是什么吗 对 其实真的这个是 就是说可能对我性格 其实创业的过程中是一个改造吧 之前就希望大家都觉得我什么都可以 然后现在就是 我有困难就会主动去说 然后会和我的合伙人去说 对 其他因为可能在创业的初期这种 特别闪光的时刻 我还是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反正创业总是不容易的 大家都知道创业是一条非常艰辛的路 我相信也不是每一个创业者都能够成功 成功的都是凤毛麟角 那么能够享受当中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既然今天我们的活动邀请到 三位的学生大使的话 那我也想接下来 想问答问答 搞得好像怎样 那就是几位同学 对这个两位我们做客的导师也好 这个两位女神也好 是不是可以做一下互动的交流 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两位的吗 那你们可以随便发言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就是 我想问一下你作为女性的创业者 在合作当中是否觉得 就是女性是更加容易进行沟通 或者是团队的协助呢 然后你觉得加入一些技术 或者像一些创业的社群 对你的一个创业是否会有帮助 然后以及关于微软这个MVP这个项目 对你的创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我回答第一个 我反而不觉得女性在创业 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帮助 因为其实女生很容易把外在的期待 比如说我念博士 我会不会比较不好有婚姻啊 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特质 其实女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压在自己身上 那实际上这些都是不需要压在自己身上的 就是不需要让它影响自己 那我自己会很有感觉的是 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女生会想比较多 反而不会很果断的就站出来说 这个是我的功劳 或者是这个我就是有能力去做 那当然这是我觉得女生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在可能工作的过程或创业的过程 会不断的修炼自己 那当然也有一些好处 因为毕竟是一个女生的面孔 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好打招呼 但以长期来讲 大家还是在看工作的能力跟实力 所以才回来说这个领域上面原则上 男女生的性别的差异不是很大 可是我觉得女生给自己的枷锁反而是比较大的 然后MVP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program 因为在我过往的时候 整个过程其实我透过很多社群的方式 得到力量然后得到连结 得到一些新的 刚才李星有讲说 有些东西的窍门 你其实是需要去透过串联的方式 那因为MVP这个program 让我本来是只在data scientist的领域 我后来的串联是可以串到developer的领域 甚至不同的领域我们都可以进来一起思考 所以其实前年的时候我串联了MVP 一起帮一个社会领域的救助科做合作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POC的东西 那个时候还拿到了一个百万的大奖 就是那一个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 去解决问题 那我觉得MVP是一个很好的领域 我很鼓励大家来申请 那近来你等于跟全世界就是优秀的人 做朋友交朋友 那你也可以拿到全世界不同的人 给你的窍门 然后知道一些方向 OK 好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感觉现在大学里面还是比较像下摇塔 然后跟社会 就是就我这个阶段的话 跟社会还是隔得有点远 然后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就是说对于人在就读的 大学的这个科技女性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然后大学里面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 我觉得回到我自己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读英文系嘛 那其实我觉得大学的时候 可能有两件事情 让我觉得最值得花时间去做的 第一个就是 就真的珍惜你身边的这些朋友 然后珍惜向来的生活 因为进入社会 你会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生命的其他的时间 都是在社会里面 但是这四年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吧 那你可以读很多书 你可以有很多在这个 知识领域的 甚至就是或者非常 你以后可能接触不到的领域的 深入的这种探讨和你的教授啊 和你的这个同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段体验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需要太焦虑吧 就是把这个大学的这几年 作为一个独特的跟保费的体验去珍惜 那第二点我是觉得大学里面 其实现在有很多机会 你可以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去了解不同的行业 对吧 比如说你如果是对商业数据分析的行业 感兴趣的话 你可能可以到像林哥这样的公司来做实习 对吧 或者你要如果感兴趣是微软的 对吧 某一个业务或者部门的 去微软 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 所以我觉得现在 你们面临的这种信息是非常丰富的 然后选择也是很多的 那么在大学和出入职场的时候呢 那多去看一些不同的领域 然后发现自己的真正的兴趣所在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有价值 然后我想问一下Jacky 因为因为就是刚刚就是前面也了解过了 然后您有一个15岁的儿子 然后您之前的工作也非常的好 就是您为什么就想起来去跳出一个舒适圈 然后创办林哥这个企业 还有的话呢 因为我们现在我跟我们公司也接触了微软的加速器 想说就是微软的这个加速器 在林哥的这个创办的过程中 就是对你们企业是有一些哪些的一些帮助 这个样子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创业 那对我来讲呢 其实在商业数据分析这个领域 我做过研究 做过教学 做过咨询 那我会越来越想要去 把我的解决方案能够产品化 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用得上 所以说可能对我来讲 那有创意的产品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让我兴奋的 那另外呢 其实刚才有几位同学也讲到过 就是创业其实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与人协作的事情 比如说你在本科的时候 可能自己学习考试 对吧 就是说它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取得程 那可能到了你博士阶段 你要需要去和你的课题组去合作 对吧 可能是两三个人三五个人 但是在创业如果你做一家公司的话 比如说在连哥 那我们会有软件工程的部门 我们会有机器学习算法的部门 我们会有商业分析的部门 会有客户解决方案 然后还有像人力资源财务 你会发现 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综合的 对商业的理解 然后很多人协同的能力 你才能够让这个商业的机器 能够运行得很好 所以我也是对怎么去工程 怎么去能够结构化一个非常健康 有活力的组织这件事情 我也是非常有自己的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加在一起 一个是对产品 技术产品的兴趣 一个管理和去搭建一个团队的 这样的一个兴趣 所以这两个是放在一起 那就得成为创业的这样的一个 选择的这个引擎吧 那我觉得微软加速器呢 给我们提供最大的价值 其实是市场和渠道的价值 因为微软大家知道 它也是一家2B的公司 对吧就微软的客户 其实是企业 那林哥也是这样的 我们也是要把我们的解决方案 就是卖给企业客户 那可以说微软是做面粉 面粉的对吧 它是基础设施 Azure的这种云的基础的服务 那我们是卖面包 皮拉米苏对吧 就面包跟甜品 把它做成客户 马上可以能够用的一些业务的解决方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跟微软有非常多的合作跟互动 所以非常感谢微软的各位朋友 在我们整个创业的过程中 也成为了应该说我的良食朋友吧 好的谢谢Jackie 你作为一个在校的一个创始人 然后要平衡学业和创业 你是怎么做到这个平衡 然后又是怎么也参加到这个微软的这个加速器里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像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的生活工作怎么平衡呢 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去balance的嘛 然后我的学业和我的创业 其实就像刚刚提到 有些公司可能都要996 那我有时候可能都要997这个样子 就是尽量的话呢 就是说其实我本身对自己要求还是蛮高的 就是说我在创业的过程中 本身其实我博士的研究方向的话 也是罕见病这一类 所以和我创业的内容也是有交叉 他们其实因为我的本身博士的研究内容 也经常要跟罕见病的群体和患者去接触 他们其实他们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 也能对于我们 针对于我们设计这个产品的过程中 一些用户啊 用户的体验啊 这些设计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还是互相有获益的吧 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没有说 给我太大的一个困扰 说去平衡他们 那其实我觉得微软加速器呢 其实我创业的过程中真的是 因为从开始创业嘛 尤其我可能跟Jacky还不一样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女性 然后出来创业 然后我和我的创始人 其实我们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出来创业 就是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 包括很多产品的开发销售去拉投资 其实是从零去摸索她的 对 其实我们是就一直在希望去获得一个 比我们有经验的一个伙伴嘛 一起来帮助我们 然后其实微软加速器 它就是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伙伴 而且它是一个比一般伙伴 更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然后它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免费的云 Office 365 然后的话其实包括像我这次有接触开吻啊 什么的 它就是很多方面 还是可以给我们这种初创公司很多一些 特别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些意见 然后其实这对于初创公司非常重要 因为你会少走很多弯路嘛 还是很感谢的 感谢微软 好 谢谢你回答 其他两位同学还有问题吗 然后我们今天有点超时哈 因为聊得太嗨了 就宣奇和那个雪凌 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OK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创业的话题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兴趣的 那么作为一个IT的从业者呢 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来 然后谈到这个创业呢 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多次提到了 这个微软的加速器 然后这是一个扶植创业者的计划 微软加速器其实是赫赫有名的 可能可以加入到微软加速器的企业 都是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我们那个Jacky老师和黎新同学的 这个创业项目都在这个计划里面 然后相信呢 线上有很多的小伙伴 想来了解这个计划的话 那在我们收集大家 这个线上问题的同时 我们也欢迎就是创业 对创业有兴趣的这个同学们 或者听众 然后扫码进群 然后后续呢 可以更多的来了解 微软加速器的申请流程与福利 因为微软加速器里面 其实还包括其他一些项目 就刚才好像那个 就是神经提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Founder Hub 这样的Program 其实对就是初创企业 可以提供一些资源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减少一些 创业时候的出出的成本 我想看一下大家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有人问是说在 就是说作为女性创业者 投资人是否愿意投资女性的创业公司 这问题很有趣 那个你们怎么 那个Nin或者Jackie 你们需要投资 或者是那个谁 有没有说投资是因为看性别的 愿不愿意投资女性创业公司 其实从数据的角度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是我最近看到的2021年的 Pagebook发表的一组数据 那么在整个VC 就是风险投资的这个交易里面 有百分之多少 那么是给就是女性创始人的 这个startup 这个百分比大家能估计一下吗 会不会比较高其实 对这个百分比是百分之二 就是在整个的风投 这些交易里面 只有百分之二的钱 是给了女性创始人的项目 那可能有的项目 它是既有男性创始人 又有女性创始人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百分之十七 百分之十七是给到 既有男性创始人 又女性创始人的项目 那剩下那个部分 对吧 大部分那都是只有男性创始人的项目 所以我觉得从数据的层面上 你可以来讲 那就是女性创始人 还是非常稀缺的 那其中中间有很多 我觉得是这个科技领域 或者说社会的一种刻板印象 觉得一个成功的科技行业的创始人 应该是什么 那因为历史上可能投资人看到的 更多的对吧 都是像杰克伯格 马云 对吧 就是马亥亨等等这种男性 所以在他想到这个模式的时候 那是作为一个模式识别 对我们讲继续学习 在模式识别的时候 那他就会认为男性是更有可能成功的 其实这是一个认知偏差 那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 这个女性创始人在科技领域 那可能我们会改变这种社会的影响 我蛮认同Jackie说的 确实在现在这个当课的时候 女性的创业人在拿到相关VC的数字 是比较少的 当然数字比较少的原因 很大有可能是在这个体系上面 确实女性出来的 给女性的机会比较少 可是也有可能另外一个 就是真的很勇敢站出来的女性的数量 可能也需要我们就是大家的一起的努力 那我相信就是95后的世代 跟我们现在的世代一定不一样 我期待10年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因为95后你们这些世代 我们可能看到是20% 甚至超过50% 对啊就期许你们 好啊好啊 今天那个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同时在几个不同的平台上在直播 然后基本上他们提到的问题 也都是我们基本上讨论过 可以可以覆盖到所有的听众的问题了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本来我们本来计划没有这么久的 但时间过得好快啊 所以谢谢今天各位的嘉宾 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 而且很有趣的这个女神节的夜晚 我觉得超级有意义 我今天一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然后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和干货呢也都非常多 让我们了解到在IT职场的女性的方方面面 然后也感谢几位 然后在谈自己无论是学习啊创业啊就业啊 然后也都是值得这个职场女性 所这个参考的吧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女性能够加入到IT这个行业来 我们可以的 我们作为女性 就是nothing impossible 我觉得 谢谢各位这个嘉宾的到来和你们的时间 然后也希望你们同时跟听众一样 enjoy今天晚上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谈话 继续支持我们微软不同类型的技术分享的节目 那再一次祝各位女神 女神节快乐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 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